7月1日除了看熊貓 当晚又有烟花回演 庆祝香港回归10年 会发放中国人三个简体字的烟花 又会有奥运的五万标志 整个回演好之1600万 吴鼎音报导 摧灿耀木的烟花回演 是香港回归10周年的重点庆祝节目 历时23分钟的烟花回演 在当晚8点钟开始 一共分成10幕 会发放3万枚烟花 以回归做主题 当中包括运用新技术 在维港上空发放中国人 三个简体字的烟花 如以中国人的足跡 遍布世界每个角落 又有慶祝北京举办 08年奥运的五环烟花 还会延放多个十字烟花环 祝贺香港回归10周年 前面就一种比较喜庆欢快的 一种喜悦 其中所涉及到中国人的 这些这样的烟花的表达 后面最后面那些 就是表达了香港人这种拼劲 勤劳 奋进的一种这样的特性 烟花回演最后会以400法礼炮结束 而由7月1号起一连八日 环彩泳香港会加插烟火表演 庆祝回归 亚洲电视记者不停地报导 二十五环烟花回答 三十九环烟花回答